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 结合多年来 国家在特别行政区制度构建和发展方面的实践 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有多种可用方式 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做出决定 制定法律 修改法律 解释法律 将有关全国性法律 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出指令等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 经认真研究并与有关方面沟通后 提出了采取决定加立法的方式 分两步予以推进 第一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做出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就有关问题 做出若干基本规定 同时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 第二步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 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授权 结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 并决定将相关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2020年5月18日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8次会议 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报告 会议认为 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同意国务院有关报告提出的建议 根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 拟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决定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二 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新形式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证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维护国家安全制度建设和执法工作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方针 不会变不动摇 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贯彻上述总体要求 必须遵循和把握好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坚决维护国家安全 二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三是坚持依法治港 四是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五是切实保障 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5是坚持人合法权益 一个时代人所说的 一是坚持人合法权益 zijn互动画权益 受网狂的这种 也不是坚持人合法权益